朋友们,今天可以了,我们现在要去救援了 阿林开着车,我们要去190公里的地方去救援 现在已经两点多了,我们要十万火鸡赶紧赶回去 不然的话到这就差不多快天黑了 加油吧,少年,慢点慢点,我去,太危险了 我都快摇吐了 我们经过了9981岛的,不行了,我都快吐了 你还好吗,叔叔 下雪了,下雪了 狼哥,狼哥,还有12公里,能收到吗? 我都收不到 狼哥,狼哥,能收到吗?狼哥,收不到,我们就回去了 你那意思,我们回去是吧 还有6公里,狼哥,别着急 终于到了 咱们怎么到?狼哥 咱们就把这篇子拿回来 狼哥,不小心 哎,小翔 我真的还打拼,坏了,然后还去我干 你说这天化个位置吧 你说干嘛,是在非行 你这绳子快不行 安全一点 别震出来了 走吧走吧 车到哪是哪 收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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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回到德格县 一路上山爬坡 各种99821管 阿里那车已经达到了 百公里60个油了 现在外面开始飘雪花了 我们现在爬到了 海拔4000多的地方了 有点堵车 又堵车了第二次 几千多的海拔往下 我去 这别着了啊 车还要的 骑下车 撒车 亮一亮 没办法 你在前面我保证是绳子沉直 那边冒烟了 你看看吧 就这边冒了 是吧 歇会儿吧 哦 这冒烟 那水怎么是红的 这是雪水中化的 那时候几点个早上就没那大水 就把这雪山上 这个雪一化了它就不错 你们不帮忙在这拍视频是不是 两台鸡子 我三台鸡子 三台 那这样不然是商学商贷 就是 真赏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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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啊 1,2,3,要两只大哈石骑 2,3,4,要 largely打他 这些炸是什么啊 这些是什么呢 没手抓啊 完了出血了 飞机打的 把那飞机扔了 气死我了 蜘蛛的手被无人机打破了 皮开肉战了 大家看见没有 就是作为一个拍视频 自媒体人多么不容易 多么危险啊 他百分之百球会接 对 摔了一下 哟 打手了 有纸吗 眼中吗 没事 眼中吗 不眼中 点块肉吧 找点药 找点药 快快快 蓝阁这还有 不错不错 放手贴不行啊 把啥人了 把这撕掉 拿剪子不能撕 拿剪子剪 哎呦 你不能这样 没有点符吗 不能缠带了 让他自己按着 让他自己按着 他没止血呢 一会儿就硬透了 九点多了 天已经黑了 今天真是把阿林的车给勒坏了 为啥把阿林给勒坏了 把你给勒坏了 把你给勒坏了 你这你也呀 你比我还心疼我的车 你是不是想把我勒死 系成我的车 没有没有没有 这车确实不错 要没有这车真的够呛了 翻过了两个大山啊 一个是什么山 雪菊拉山 雪菊拉山 还有一个矮拉山 还有矮拉山 两个大山 四千多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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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十点了 现在已经进入矮拉山隧道了 过了金沙江 就到四川德格了 加油 现在外面飘着小雪 哇塞 油边灯亮了 没有油了 还有多少公里 还有四十多公里 现在外面下雪了 已经十点了 晚上走这种山路 真的非常难走 路特别窄 还下着雪 哎呦 我们现在过了金沙江了 然后进入四川了 马上就要到德格了 哎呦 这帘子那么黑 我的吗 我的也黑 我们现在快饿死了 营地游一个粉丝到了 炖了三斤肉 然后回头 我们到了营地之后 再做点面条什么的吃吧 A few moments later 十几个小时 终于到达营地了 跨省救援 有点红啊 有点红啊 有啊 浪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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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故事 专业故事 我们这营地 现在太乱了啊 我们最后决定还是来大饭店吃饭了 The next morning 早上好胖们 Good morning 大事不好啊 我现在变成了炊事班班长了 想尽办法 想尽一切办法 要把这帮人甩掉 昨天救援狼哥之后 我们就吃饭吃完饭之后 我们就回来休息 休息完之后 今天就到今天早上起来了 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好像还有很多人没有起床 不管他们了 我先把我的饭做了吧 昨天明天三点多的时候 阿林本来跟狼哥一起要睡觉的话 结果三点多的时候 狼哥打呼噜吵得阿林睡不着觉 然后阿林就跟我睡一被窝了 昨天救援付出了沉重代价 想解晕车了 蜘蛛的手被无人机割伤了 然后一路上 怎么说呀 非常非常难非常难 哎 这个小孩 把你抽被我拿走 昨天晚上 你是不是趁我睡觉 对我干了些什么 这是我们昨天救援的车 独孤老狼 这不吗 还有两只狗 哎呀你别拔我 那我一裤子 带着蜘蛛兄弟去看病去 看那个破手指头 逢两阵今天得 走了 坐好了 坐好了 我们回来了 哈哈 因为那个什么 周五休息 现在正好十二点 医院下班 我们现在来到了德哥县 那这医院特别到 昨晚它那个爆炸了一下 都没收钱 只是收了一个挂号费 我们还是来早了 两点半上吧 现在一点半还等了一小时 你这是看病来了还是剪辑来了 边剪一边看病 这是带伤工作啊 自媒体人不容易吧 一边看病还得一边剪片 太惊艳了 这个医院都是两种蚊子 风不良 太薄了 太大了 那就只能慢慢长了 能长出去 没有风针就重新包扎了一下 因为它那个伤口太多了太小了不好缝 然后一会儿打一个一会儿做个皮试 然后打一个破伤方针 一会儿打一个皮试 一会儿做一个皮试 然后打个破伤方针 一会儿做个皮试 然后打一针破伤方针 医院还是有点小 然后像刚才做彩抄也做不了 然后这个医生都是从成都那边过来的 有个皮试啊 有个皮试啊 持尔进扎的 不是 别留情 用力 就来了个寂寞 不行 做完皮试之后打不了破伤方针这货 这哪有红啊 那不知道人家说红啊 问医生去吧 等了20分钟白岛 没有问了就这样了 又不是那种有铁的 铁锈什么的 而且及时的 已经效果多处理过了 现在这货 我说我不打了 直接走了 不问医生了 反正 反正命是他的 不是我的